HELLO 大家好,我是KASA 蛤? 我的媽媽 怎麼突然打開呢? 哈哈 好啊,其實大家都會很疑惑 今天這個vlog是想介紹一下給大家聽 為什麼youtuberLive的相機經常會出問題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問題呢? 我今天決定拍一條影片來介紹一下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跟平時使用的時候有什麼分別 擺法的問題 好啊,我先介紹一下我的位置 其實現在正在拍影片,所以我拍這條vlog 平時如果我錄這個webcam的遊戲的時候 我是用這個webcam來錄的 是,是這個 沒錯,就是這個 其實可以打開給大家看 嘩,就是這個webcam 因為我桌子太搖了,我把它吊在上面 有時要拍這個webcam的遊戲的時候 我多數都是用這個來拍的 但是為什麼youtuberLive會有這個問題呢? 原因就是我用了第二個方法 好啦,這個就是我拍youtuberLive的時候 那個webcam的設定 就是這樣 其實可以看到自己的 畫中畫 是啊,我特意借多一部一樣的相機過來 拍這部一樣的相機 是不是很厲害 我用這部Canon G7X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拍呢? 其實這樣拍有很多原因 這樣拍其實會令到 那個畫面 就是那個webcam 如果大家看到 這裡放回到旁邊 那我看到其實 那其實那些webcam 如果平時拍片的時候 就會迫在一個位置 那我現在分開來錄的話 畫質會比較好看 再加上就是 它可以... 好像上次我們那些推上推下 是啊,就是現在這樣 這裡這裡 推上推下這樣 但是的不好處是什麼呢? 我用相機來錄的時候 然後呢 噢,熄了啊 熄了啊 熄了 又熄了啦 就是這樣 就是剛才那個情況 那它就是會錄一段時間之後 會關機 部機過熱會關機 六下不夠卡會關機 不夠電會關機 然後有時候 你看到剛才那些設定 其實在螢幕上是完全不穩陣的 有時候錄一下會掉下來 所以是非常多問題 其實都很少人 像你這樣夾鍋 其實應該很少人會這樣 在螢幕上 其實只是很懶 其實我應該設定腳架會比較好 但是我實在太懶了 噢,它們這樣放在螢幕上就算了 這個就是 為什麼那支攝影機 大家都應該很疑問 為什麼可以... 其他系列是不會有事的 永遠都只有這個系列有事 因為這個系列用了這個方法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好一點的機 來介紹一下我 或者是怎樣改善我 可以好一點的話 下面就是全部找樓 八腳架,八腳架 那可能這部機也會熄的 那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還有意見的話 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應該怎樣改善會好一點 還有... 下次我還是用回規模 我還是用回規模 我還是用回規模 就放回那個位置固定它 算了,不要弄它動了 好啦 這次來到這裡 先介紹這部影片 下次再見 記得按LIKE 還有訂閱我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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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髮髮 平時髮髮是這樣的 為什麼你不覺得髮髮比較瘦? 是啊 其實還沒完 UNIVERSE LIVE 大家都很期待 今天會不會有出這部影片 今天只有這部外傳的 其實我盡量控制到 可能在三天裡面 我會出到一次這部影片 因為其實很多其他遊戲想玩 所以就未必會有每一天都看 大家除了支持這個系列 也支持我其他的系列 因為我很多遊戲都還想玩 在玩其他遊戲 還有大家記得 如果有什麼想問我們的話 在下面留言 我們開始在嘗試YOUTUBERS LIVE系列裡面 做一個簡短的Q&A 大家問什麼的話 每一集開始 會看到我們會 馬上解答你的問題 無論你想做YOUTUBER 或者其他問題 如果我看過 我不想回答 我會失敗 我們直接說 我們會當作是有西傳的問題 是有西傳的問題 是我選過的問題 我也會用我僅餘的YOUTUBE 上面的知識 看看解不解答大家的問題 記得按讚這條影片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 繼續期待之後的影片 拜拜